109年全民運動會17號將在花蓮舉行 而花蓮縣政府12號在縣政府大門口 也舉行了花蓮縣代表隊的授起儀式 由縣長徐政衛親自主持 預祝選手們旗開得勝 締造佳績為花蓮爭光 109年全民運動會將於10月17至22日 在花蓮點燃戰火 共計28項運動賽事 花蓮縣代表隊選手及隊支援共482人 將參加24個競賽項目 12日下午在花蓮縣府大門口 舉行代表隊授起典禮 我要謝謝教育處還有花蓮縣政府 所有各局處攜手 我們將整個28個場館真的把它做起來 而且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煥然一新 尤其是我們體育園區 還有泰昌國小我們縣立的游泳池 幾個地方都做得非常棒 前面的工作已經做了 現在我們就迎接17號的開幕之後 就各項的競賽 大家都是代表花蓮縣的選手 我們更希望我們拿出運動員的精神 尤其是原來運動是我們培養我們的毅力 耐力還有我們的體力 但是在競技場上 我們就要爭取最高的榮譽 徐政衛感謝各位選手及教練 期間辛苦的付出 祈免所有選手在今年的全民運動會 能在自己的主場 在創自我運動生涯的新業 為花蓮爭取最高榮耀 記者獎方言 華蓮市報導 那是我的一項目尊座 無辜的 安排